汇丰领导地位 卢正可靠之选 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牛熊症和凝股症 究竟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牛熊症和凝股症最大的分别 就是牛熊症有收回的机制 其实只要在投资期间 挂钩资产的价格触及收回价格的时候 牛熊症就会被强制收回 自动帮投资做止蝕 所以通常比较适合一些短线的买卖 和在责幅上浪的市况部署 而凝股症就一直到期日之前 所以适合一些投资者 在市场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 做回中短线的部署 汇丰窩卵牛熊症 由汇丰应股症及牛熊症提供